感觉我没有少听你做血统 我觉得我达不到达不到那种记性的感觉 对记性这个是蛮可以聊一聊的 那么后来呢 我通过在顾达佩斯的学习和研究 然后有一些小的论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缺少一些资料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语言不是很通话 然后像这篇文章 是我之前发表在天津学学院的学报上 天音的学报上的 有一篇关于清巴鲁的文章 其实现在文章大家都知道不太好发 对特别像这种音乐学院核心的记忆不太好发 但是如果写些小众的文章 反正我当时通过去就立马回覆我 就说到台那会特别的快 可能这种文章就特别的少 我觉得我写这篇文章也确实挺难的 关于外面的文章 然后给他用中文去写 就是去了解 这种田野调查是不太容易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蛮有趣的这个文章 我给你们看一段有趣的 这个文章里面说到了什么 说其实就是匈达利的阳情 在当时李瑟那个时代 大家都知道李瑟 可能你说清巴龙 你可能不知道对吧 匈牙利的阳情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说李瑟你肯定知道 就是在李瑟那个时代 李瑟是否就是支持 是否支持就是清巴龙的这种发展 李瑟是非常非常支持清巴龙的 然后甚至李瑟还有很多作曲家 都为清巴龙写了非常多的曲子 所以说现在在匈牙利 清巴龙是跟那个 就是交往乐团交往乐队 然后他们是融合在一起的 经常你看就比如说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参与过 那个世界阳情大会的时候 不是你看Victoria他们 都是有演奏的对不对 我在不达佩斯的时候 也去找过Victoria 然后我当时跟他约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说你到一个剧院去找我 然后我到了那个剧院 我不知道怎么进 因为我没有买票 后来我发现 我是要从后台去找他 对他就演出 他有很多这种交响乐团的合作 就是大家可能印象中 阳情他是一个民乐 但是你把它换一个国家的立场 你放在那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匈牙利的这个乐器 是你看我的老师 他谈folk music 他是民乐的 民族音乐的 但是他依然是可以作为 这种交响乐团的一个部分去演奏 就是因为他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人会为他做一些推广 就比如说像交响乐团 这种古典的音乐家 像李克特 像我这篇文章当中就有写了 李克特其实当时是非常的支持的 后来就是因为李克特 在很多的这种歌剧 还有当时的古典音乐中 应用了这个青霸龙的melody 这个新亚地的洋情叫青霸龙 应用了这个melody之后 那么青霸龙就是奠定了 在歌剧中的重要位置 所以说很多时候 是要用到这个青霸龙的 对 然后后来呢 后来青霸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青霸龙上了一个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种 就是巴黎博览会 不是世界上有很多那种博览会吗 比如说像那个日本的 那个像什么新干线 这些不都是在一些工业博览会中 推出来的对不对 那青霸龙当时也是有在 这些博览会当中去展览 也是想做推广 那么后来你看 他1879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维也纳的 当时的这个伊丽莎白皇后 就是后来的西西公主 你们知道吧西西公主 然后给这个青霸龙颁发了银制奖赏 并且在这些博览会上去推广 就是一万台的青霸龙就出来了 当时被制作出来了 然后还有很多的比赛 然后这个青霸龙的制作师有很多 就是有一个制作师的名字叫 松岛松岛松岛这个人 那么松岛他有一个乐器工厂 然后他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青霸龙 我之前记得有一位老师 就是有展览的青霸龙 而且还有很多的学校 他其实是有这个青霸龙的地方 我是自己没有带回来青霸龙 因为青霸龙特别大 大概就是五六十公斤 这很正常的 有的会更多 可能就是上百斤的 都是有公斤的嘛 都是有的 后来呢 你看一万台制作出来了 那么到现在 就已经是翻倍 翻倍的成长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台了 还有一些改良的一些父子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都有说过 然后孙亚利他的学校 也是有非常多的 都是有这个青霸龙的 然后他们的学校 就是在在布达佩斯 它是分区的 有各个区的 各个区的这个音乐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里面 都是有青霸龙的 这个学青霸龙的人 还是挺多的 就比如像我的老师 在这个里塞音乐学院 马里塞音乐学院 应该是两个 应该是两个 这个杨金老师 对因为 其实一样 把音乐学院 这个老师的位置 特别的紧 所以说两个杨金老师 那我的老师 就是主要走这种 Folk Music方向 这种民间音乐的方向 他的学生 反正哪里都有 有捷克的呀 斯洛伐克的呀 这个蒙古的呀 然后当地的各种地方的都有 包括我 这种中国的 对他都有 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考考 这个里塞音乐学院 就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可以去 去找找我的老师 去也可以去拿这样的学位 我觉得非常好的 这个文章就这样 给大家看一些小视频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 他这个音乐 简直的就是 他的节奏感 真的非常好 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一下 可能我讲的东西 大家不知道 怎么接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给大家听一下 近一点 远一点 我感觉他们去哪里 好像不太怎么吃饭 然后他们最注重的 就是那个晚上的那个 那个夜宵 吃的特别的多 像我老师 他平时的演出特别的多 就是我当时去 去哪里 我就是非常惊呆 就是在我们中国 我不知道就是职业的演出人 他的就是要演出的音乐 多不多 就是场次会不会特别多 在宋亚利 像我的老师这么有名的 他的演出长次很多 我没有算过他有多少 但是我觉得一年365天 他可能能演个260场以上 应该是有的 就是就是邀约特别多 演出非常的频繁 对就是 就是大到是那种 就是大家都知道科达一 对不对 科达一教学法非常有名 就是像我们中学的时候 不是有学过 那个音乐老师说 Dorae Mi这个样子 像这种手势都是 就是科达一教学法当中的 一些经典的方法 那么像科达一 是就著名的 这个宋亚利的这种音乐家 然后像纪念他的这种音乐会的时候 都会特别请到凯曼来演出 大到这种 在城堡里的这样子的演出 然后小到一些录音 然后一些 跟爵士对对的合作 就是演出特别的多 所以说他一般是白天都在演出 然后等到他晚上的时候回家 然后回家以后 那个时候我也没睡 然后 我都叫老师的妈妈 就是也叫妈妈 也叫他妈妈 然后他妈妈就是去 会去做很多的吃的 特别是做一些蛋糕 然后凯曼特别喜欢喝汤 汤的那个 像他利语叫那个 他一定要一定要喝那个 然后喝完他就 他就会说好喝 然后他还让我说 也要说跟妈妈说要好喝 所以说我至今深深的记着 好喝那个词 生涯利语的好喝叫 飞浓 飞浓 就是喝完以后说 super super 飞浓 就特别的好喝 就是他的他的日程 基本上就是沉浸于 他的这种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现在手里的琴呢 我是在疫情之前 有带回来两台 这个德国的洋琴 我以前呢 就是在生涯利 但是后来呢 就是缘分把握人 阴差洋琦 我怎么说 就是我到了这个德国 德国我倒是跟大家说 有一个奖学金 还是特别好的 如果觉得德国会比较贵的话 像这种奖学金 也可以给大家做支持 我拿过这个奖学金 这奖学金叫DAAD 对对 因为可以打下那个DAAD 就是字母的DAAD 然后像德语的 德语的话就是叫 阿贝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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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DAAD 然后是DAAD 或者叫DAAD 然后简称叫DAAD 就DAAD的这个奖学金 特别好 可以支持大家到德国去读书 或者说德国去做研究 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到了德国 但是我还挺就还挺不喜欢过去的吧 当时就我还是特别全身压力的音乐 然后文化也都比较熟了 但是后来我过去之后 我就觉得特别好 然后我是活的那个城市叫叫汉诺威 汉诺威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汉诺威乐学院 对 然后我当时的这个研究所呢 就是汉诺威乐学院 然后跟另外一所大学 叫那个希尔德斯海恩大学 叫Federsham University 然后这两所大学 然后他有合作 哎 介绍了衣服 哦衣服 然后就是一起合作的这个研究所 这个衣服来吧 这个衣服 这样可以 好 介绍一下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我以为你穿老秀 是没看上去的吗 换你着一下 没事 没事 我们在我们在厦门 对 厦门今天多 读厦门今天比较热 二十几度 今天二十几度看一下 今天 现在十四 最高的大是十八 哦 现在才十八吗 对 可能因为我今天要当女主播吧 所以特别高兴 就感觉都不冷了 这个衣服啊 这个衣服是 是德国的传统服饰 就是德国嘛 是一个面积 它不算大的一个国家 它相当于咱们的江苏省吧 差不多这么大 然后呢 它的北边呢 就是靠海 北边靠海的话 是有一些城市的 然后再往下一点 大概就是在北京的位置吧 然后是他们的一个大的城市 叫汉堡 就是汉堡 然后汉堡下来一点点 就相当于咱们北京下面 也不是有个什么熊安 新城 熊安 是叫熊安堡好像 不是新建立一个城吗 对不对 那个位置差不多就是 我在的那个城市 汉诺威的位置 然后左边的话 都是北威州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 什么艾森 然后科隆 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些城市 像什么舒曼音乐学院 都在这边 然后像西边 上边像西游东 东面的话 是大家比较知道的 比如说大城市首都 巴林 还有德国 还有柏林 还有德雷斯顿 德雷斯顿是唯一一个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 没有被摧毁的城市 它是完全的巴洛克风格 然后再往下的中部 是你经常会中软的一个城市 这个是一个绝对 就是经常会 穿穿穿穿的一个城市 叫Francford 就是法班克福 从这个城市再往下的这些地方 基本上都是阳情 非常发达的地方 所以说我自己 就是生活在北方 比较难找到阳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中国也是这样子 你觉得 你看我在福建 就是你想找一些文化 文化特别多元的 甚至说你想看一些 特别传统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推荐 两个省区 能看到更加传统的 这种什么文化 各种信仰 这种民俗 都保留的还相对来说比较传统 或者我们说的 更那个什么一点 就是比较 怎么说迷信 或者说更加的保守 更加的传统 然后它的文化 就保存的更加的好 就是广东 广东跟福建 真的是 它一直保存的比较好 然后德国 其实也是 它的南方的文化 特别的 特别怎么说 非常的传统 我觉得非常的传统 所以说像这些服饰 你可能 你在北方都不可能见到的 但是你在南方的话 你是可以看到的 对 然后它这个上面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一个小衣服 对 这个衣服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穿 其实有的时候 在德国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节庆 一些这种 Celebration 这种什么 不是Spring fast 我就类似在我们的Spring fast 我这种 他们有些节庆 他们啤酒节 就南部的节制就很多 所以说他们就会穿 这样的一个衣服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拉链 然后这个地方拉起来的 然后这里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年我没有穿过 这两年疫情 我都没有穿过 之前我偶尔会上课的时候 也会穿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它就是这样的 你给它这样捆绑起来 对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 这个它全部是绣上去的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不太便宜 对 这个全部都是这样绣上去的 是这样穿的 然后这个还没穿满 大家会觉得 这个衣服跟你们想象中的 那种宫廷的衣服 会有点像 其实就是像这种德法的文化 它的宫廷文化 跟它的古典文化 留下来 然后留到现代 它是现代性了 但是它依然 你看在有些元素当中 你看还是保留了那种 大家看电影 或者什么 那种女士的什么素腰 然后腰很细 然后大公公裙 然后这边就是 能显示出这种胸很大 这种这个地方 它还是保留了这样一种审美 然后这个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一定要的 这个衣服的名字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特别难读 我读一下 我当时就是学的时候 也真的说啥呢 听不懂 再说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名字 就是它的衣服的名字 有点像我们说旗袍 然后这个一定要穿在外面 然后这个是这样穿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很有讲究 这个我记得有点随意了 然后它有很多颜色 它有很多套 我当时就是买了 这个颜色的 是我当时一个朋友 伽比陪我去买的 然后我当时看上了蓝色 因为我自己 这红色其实一般 然后伽比说一定要买这个 就非得要我买这个 然后我两个都差点吵起来 后来我还是决定听咖啡的 就是买买这个 看看 看看音色吧 听听音色吧 这样可以哈 我弹个茉莉花 大家听听看这个音色 不同的情厨 它的音色不太一样 听这个吧 声音 我换一个音色哈 音色不太一样 德国的阳琴基本上没有轮音,它不像我们中国的阳琴,就是很多轮音嘛,因为我也很习惯轮音,就是轮音会轮得非常的快,但是德国的阳琴基本上就不怎么轮音,我们刚刚有准备一首曲子,就是我跟我的两个学生,我的两个爱徒,我们给大家谈一段,这段曲子呢,是我当时在德国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然后认识了一个莫扎特音乐学院的一个老师,当然也可以去莫扎特音乐学院读书,就是阳琴专业的是完全可以读的,而且他们那边的master,bachelor的master,他的本科跟研究生都非常的专业,阳琴专业非常的� 叫嗨德罗,这个女老师,女教授叫嗨德罗,然后嗨德罗当时有给我谱子,然后刚好是一个三重奏的,那这个曲子其实就是一个纯古典乐,因为阳琴它可以作为民间乐器,也可以作为一个古典乐器去演奏,那这个曲子就是大家特别熟知的叫小星星变奏曲,像一般弹钢琴的人都是听过的,对吧,小星星变奏曲,然后我们来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是这样的琴,对,然后这个琴不太一样,往后拉一点。我自己带回来两台琴,就是大概在疫情之前,我又带回来两台,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 得过洋琴,就有没有人带回得过洋琴,不知道是不是,这是维二的琴。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音色和中国洋琴反处,对,有点像,它比较空灵的那种声音。来试一下,来吧,来吧,对,新进直播间的宝宝大家好,这个是, 洋琴世界的直播间,然后我是今天的女主播王辉老师,对,我从小是师从于鲁树萍教授,然后小学东教授,还有台湾的李廷耀教授,以及这个 李瑟音乐学院的这个匈牙利级的宝宝会开安门教授,然后后来我在德国从事这个世界洋琴的研究工作,那么现在研究世界洋琴就是一黄有十年的时间了,对,然后现在我是 几美大学一位研究所的副所长,说师生导师,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抖音,昨天我刚开了一个抖音叫慧阳琴,哈哈哈,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哈,哎,一慧你在这边,然后一慧是在这边谈的,然后他用的这个琴竹呢,我觉得这个琴竹的音色会特别好听,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琴竹,这个,呃, the material is faber,这 faber 就是这个纤维吧,翻译过来应该是纤维,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弹性特别好,也是这样子的 好,那准备一下哈 准备,走 小柄 很简ären 小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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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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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这边还是这样的就OK的 然后它做的还蛮细的 它每一个做的确实都特别的细 就是说我这几年疫情其实都还蛮忙的 就是我在学校的工作 也就回国以后也很少演奏了 基本上我们在大学里就天天都忙着搞科研 就是不是写论文 就是搞课题 然后要不然我的课又特别的多 然后就没怎么弹 就放着它了 就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个琴码长这样 大家看的琴 对这个琴码 琴码是这样子的 它每一个德国洋的琴码不一样 就我为什么会喜欢德国洋琴 胜过于匈牙利洋琴或者其他国家洋琴 因为我觉得德国人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它做的这个东西 每一个都不一样 就好有趣 好好看 我特别就喜欢去参加这种 德国的洋琴的研讨会 如果大家其实感兴趣的话 以后我可以推一些资讯 然后如果有刚好在德国 或者路过 或者说特别想去的 或者寒暑假 他们都有那种森林的研讨会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过去玩一玩 参加一下 他们德国人倒是比较开放包容 然后英文他们都能讲 然后他们也很欢迎多元文化什么的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一个的 它是这样一排上去的 它这些用料都还是挺好的 然后重点讲一下这个logo 对这个logo呢 在德国的每一个琴上面 都是有这个logo的 然后它的logo都不太一样 它的logo的里面 就是能看到它是谁做的 然后是哪一年做的 所有信息都在里面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 刚刚看了几台 就是我硕倒的琴 它是那个大提琴的教授 然后它那个大提琴的里面 也是会这样子的 这种是就是欧洲 他们传下来的一种习惯 就都是能看到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 把它拿下来看 给大家看一下 一会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它里面 其实都是有字的 它这个里面 每一个让一位拿下来看看 是楼空的 是的 是的 它是一个 小心点 它是楼空的 给它 我不知道我拍到了没有这样 能能能看得到吗 好呀 这个logo 对 我再远一点 我拿到了吗 这个logo 这里面都是写的 都有都有字 我看一下在写的啥 他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他给自己写上去了 然后他说他制作的 然后他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是 对 它是一个小的地方 卡瑟 卡瑟 这个地方 然后对 它的时间什么的都在这里面写着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琴的logo特别的大 这台琴 扶一下 然后这台琴 对 这台琴呢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把它 就是比较有缘分 然后就带回中国来了 这台琴有三个logo 就是特别特别 有三个logo 一般都是一个logo的 对 然后这个里面 他也写得非常详细 这样看 看得到吗 大家 然后这边三个logo 我看一下 这个里面写的是什么 我看 300年 他说有300年了 然后 对 他是 他做了300台 这是300台的第四台 然后他是德国产的一个琴 然后他的详细信息 倒是都有 这里边 对 300年 300 压痕 300年 对 他其实 他其实是发音孔的 就是 我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过 我们中国的阳琴的发音孔 不是在下面吗 对吧 在下面 然后他的声音的反射 它是不一样的 那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像这种西方乐器 不管是提琴家族 什么的 你会发现 他的整个的发音孔 是朝上的 然后他跟他的这种音乐会的 这种音乐厅是非常契合的 大家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那个小提琴 还有大提琴什么的 他的那个发音是直接朝外的 小提琴你拉的时候 那个发音板是直接往上走的 那么音乐厅直接从上下 然后各个方面的这种声音的流动感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我们中国的阳琴是朝下的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经常要给二胡伴奏 那二胡的那个音筒是朝后的 那朝后的 你说这种民族乐团的 这个一起的这种音色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他的这种 这种音色的一个流动的走向 在音乐厅是怎么样走向的 所以说我觉得像提琴家族的 他的那个穿透力都特别的强 然后德国的阳琴 他就不是朝下的 对 他是全部都是朝上的 都是都是往上面走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清楚 清楚应该大家是最喜欢的 小扳手可以给他介绍一下 小扳手非常的可爱 这个就是那个Maker做的 他做的还挺可爱的 他人体的粗糙 但他做东西还挺细的 德国人就是这样 看上去很粗糙 但是他做东西就蛮细的 其实小小的这样的 小小的 然后就这样可以转 对 放在这是这样子的 对 如果你要转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国阳琴是右边转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那德国阳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德国人喜欢用左手 Links 他喜欢用左手 左右去转 或者我跟他们提意见了 我说就是可能我中国人 比较喜欢右手转 然后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阳琴老师跟我说 他说你反过来转 就是你 你把阳琴转过来 你自己不就又是要能转的吗 我觉得他们 他们好像说的还蛮有道理 然后这个就可以转了 就调琴还蛮好调的 其实就是像我的学生 他们也是这两天才接触 德国阳琴嘛 就因为要直播 我才把琴拿到学校 对 然后拿来以后 就是他们才调的 然后他们就很会上手 就很快他们就调好了 对 这个琴就很薄 你再看它后度 后度这样给你看 对 对 对 很薄 其实很轻 大概有几公斤 我觉得 七八公斤 其实很轻 然后这样 很薄的 其实很薄 我就觉得当时挺好看的 我当时不是判中了 我就马上就买了 想进 那我继续弹琴 好 要弹啥 行 那我就弹 因为要代表 因为这个 没事 我怎么换一个琴 换一个给你们弹 我找个曲子给你们弹 对 这本阳琴书还挺好的 这个德国阳琴的书 对 我找一个曲子 那是四个宝宝 欢迎来到这个 世界阳琴的直播间 阳琴世界 欢迎来到阳琴世界的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女主播 宝贝老师 我给你们换个竹子 先让我看一下 这个Cuber是我自己定制的 这个竹子 它没有这个颜色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银色 就是你在欧洲待久了 你会特别喜欢黑色 喜欢灰色 喜欢白色 甚至特别喜欢灰黑 所以我就是定制了这个颜色的 我看一下 这个曲子 他们问如果德国阳琴 进行断了 中国阳琴的情形能到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目前就是我买回来的时候 17年 17年回来 现在几年了 6年了 从来没有断过弦 就是德国人做东西 它的质量 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有没有是从青岛 就是有没有是青岛的朋友 就是像青岛的话 它是以前是德国的 算是半殖民地 是不是 然后不是有做了很多教堂 像我有的学生 是青岛的学生 然后青岛的话 他们说德国的教堂 在青岛建了很多 那么大概就隔50年 100年 然后他们的engineer 他们的工程师 然后就会去去check 就是去检修各种情况 他们保质保量做的还不错 如果他要是敢断弦的话 我就可能要回去找那个maker 勤弦质量特别好 而且我这一路上 对 因为我在以前在汉诺威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直飞的飞机 我要倒好几趟的飞机 我可能要从汉诺威到法兰克福 然后法兰克福才有回中国的航班 然后可能回到上海 然后回到上海以后 我再转到西亚门 就是可能要倒个两三次 就对 想想看也挺不容易的要过来 然后经常我也搬来搬去啥的 没有断一根勤弦 这个质量 可能德国人做东西还是不一样 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然后做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就一直用它 一直用它 大家说你小心点 别把它弄坏了 然后德国人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他制作出来一个东西 不管是一个什么东西 假如说它是一个玩具 或者是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秋千传也什么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你死尽的惨 你死尽的玩 你死尽的蹂躏它 然后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坏 如果你把它弄坏你就赢了 就说明我们的质量不过关 我们会再会去加固 就他做东西 我觉得审美度感觉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的质量 他是那个质量 对的好 对就是现在我有一些 就是以前的学生 他们也有在这个 在这波兰读书什么的 对到时候 如果我断了钱的话 他都可以配的 我还回去找他那个maker去 对德国的阳琴多少钱 他的琴的价格不太一样 大概的价格 其实也不会很贵 大概算人民币吧 算人民币吧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中国的阳琴 现在长得还挺夸张的 像像我的话 因为我小的时候 都是在北方 就是我身适于 鲁树平老师 鲁树平教授 还有许学东教授 就学琴的话 基本上 我比较喜欢用的 就是像天坛牌的 就我比较少用那个 那个乐声嘛 对吧 乐声就南方这边 特别喜欢用乐声 但我现在也想 就是去试试看乐声的琴 因为就是说 乐声的琴非常的好 但是我从学琴到现在 就是用一些这种 星海啊 还有这种天坛什么 这些琴 我感觉他们的价格 不是很高 这第一段第二段呢 我可以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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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去肯德基麦当劳 或者都想吃哈根达斯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瓶竹叫格库伯先生的瓶竹 就每个德国的 或者说奥地利的 就德奥文化的小朋友 都想拥有一个格库伯的瓶竹 就是格库伯的瓶竹是什么样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书里面好像有一个 这些就是一些德国的 德国的阳情的一些杂志 这个里面我记得是有关于格库伯的 在那个里面吧 看看音色怎么样 会比较匹配 对这个乐器是德国的阳情 然后叫哈克伯特 对德国的阳情 或者也可以称为 它是德奥阳情 其实其实它的名字 全称是什么呢 全称是 大家都知道是莫扎特的出生地 出生地就是萨尔斯堡 所以说德国阳情的全称 应该叫萨尔斯堡阳情 萨尔斯堡阳情 就是因为最初制作的一个产地 也就是在萨尔斯堡 所以说就叫萨尔斯堡阳情 对就是就这么叫的 它比较流行 在德国的南部 会特别的流行 就是有两个州 一个是巴登与特贝尔克州 就是叫巴登福德堡州 翻译过来是巴登福德堡州 就是我在这个州 就是比较会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还有一个州 就是白样 白样的话 就是翻译过来是巴伐利亚州 还有奥地利也是蛮喜欢的 还有几竹 还有我有定一副翠绿色的 也很好看 这个嫩嫩的绿色的 对就是这种给库巴的青猪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要看琴的全部 琴的全部 我知道的看全身 对不对 好嘞 还有一副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不一样 他每次 我去他们研讨会 或者什么活动的时候 都能有各种情绪 然后我就去买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会挑自己喜欢的买 这个真的太特别了 你大家看 你们能从这个上面 就能看出来这个 看出来德国人的 德国人的审美 我觉得挺难看的 这个 特别像德国人 真的 对 但又很特别感觉 是这样的情绪 我给你谈一下这个音色看看 我帮你看看 这个音色 这个情绪是太特别了 其实德国阳气还挺讲究的 然后像这个的夹的这个位置 它的弧度 什么的都还挺讲究的 像我用这个 还好吧 我觉得还好吧 那这个的颜色 这个反过来也可以的 看一下 然后试一下这一点 就是粉色的吧 我对 我比较喜欢这个粉色的试一下 它不同的琴 它的声音可能也不一样 然后也可以反了 看全部吗 看一下全部 全部 是不是要拉远一点 对对对 它是站着的 哦 你们想看这个来吧 对 它是站着的 因为你就放在哪里吧 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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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给它 好呀 来低一点 可以看到这样子 对对 就是如果有开德国阳心的研讨会的话 你就看得满屋子都是 都是这个琴 都是这样子的 我给你们跳下架子 这个德国人的架子也很有趣 就整体就这样子的 我的身高是配着我的架子的 是这么配的 对 就比如说 像我的学生 他刚才拍子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有预期 他就不太配这个架子 就站在那边是高的 我这个架子是配我的身高的 他们德国的架子 是要跟人的身高是匹配的 就怎么匹配 一个架子怎么可能跟身高匹配 德国人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那怎么匹配 就当你买架子的时候 他会看你的身高 然后问你说 你大概演出的时候 要不要穿高点的鞋子 还是低点的鞋子 然后当你确定了这个身高的时候 然后他就开始给你制作 你符合你身高的一个standing 你的一个琴 这个就是琴架 然后他怎么做呢 他就他拿那个木头去锯 就要锯到跟你的身高 是完全匹配的 所以说这个琴 就是我的琴 所以说 就是我的身高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匹配的以后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时候是我的身高 对 就匹配的这个琴 弹一下这个 可以看 软的吗 可以看得到吗 对 对 这个音效法听 对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他的小班子 这个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小班子就展现了 这个是放在这儿 是左手的 对 我讲一下三宁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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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二手的 然后也有就是一手的琴 二手的琴 估计会便宜一点 如果大家以后 就是有机会过去那边去交流 或者访学 或者去旅游什么的 寒暑假都是可以去的 然后可以加到他们 那个组织里面去 然后参加研讨会啊什么的 然后有二手琴的话 可以买一买 5600 人民币吧 5600 7800 9000 1万 应该都是有的 心琴的话 就是1万 1万多吧 1万5 1万2 1万5 1万8 2万 2万2 差不多吧 就对 两三万吧 什么的 这个德国阳琴 能不能做着研究 你问的这个问题 问的非常的好 一般 这种 disable的人是可以做的 就是身体不便的人 是可以做的 就比如说 腿脚不便 或者是残疾 或者是什么 他是可以做的 所以说 德国人 如果是正常的话 都是站着弹琴的 就这样 看到吗 就很快就能弹音节 但是野风歌舞什么 倒是挺好弹的 对 就比较好弹 这个 然后下来也可以 东西 江西拉 然后声搜搜 声发发 咪声乖乖 然后声波兜 然后下来还有 西 然后是那个 降西 然后是拉 然后是降拉 然后是搜 这道搜 大概三个八度 应该有三个八度 然后这个琴算是小的 可以 OK 可以吗 对 这个琴还算是小的 就是像一般的音乐学院的琴的话 他还会 还会 这个气 这个叫什么 气锤剑琴吧 翻译过来 歇锤剑琴 气锤剑琴 就配骨钢琴的 对 在莫扎特音乐学院 这个德国阳琴 或者叫 我们就称它为萨尔斯堡阳琴 萨尔斯堡阳琴 它是配那个骨钢琴去弹的 那个伴奏太好听了 轮音 对 咱学阳琴的 肯定轮音轮的特别好 因为咱们都是中国阳琴的 我一般都是纸腕结合 就我的老师是这么传承给我的 就是纸腕结合 在德国的话 基本上没有轮音 然后像欧洲阳琴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轮音的话 它一定不是德奥阳琴 然后它可能也不是瑞士阳琴 然后它应该是 东欧的阳琴 就是像匈牙利的阳琴会轮音 还有像那种杰克斯罗伐克 还有特别是白罗罗斯的阳琴 特别爱轮音 对 就是一些偏东欧的地方 他们会特别爱轮音 然后西欧的阳琴 基本上是以这种 基本上是以什么样的音乐为主 大家知道莫扎特 那些 就那个时代做的这些音乐 他们基本上都是弹弹这些音乐 确实是特别略的 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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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阳琴的吗 这儿我有阳琴 你说是弹弦吗 是这个吗 这个怎么说的 我感觉你多练练 死鬼了练 leg 一个星期 竹子废掉了 ifa 应该你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不太能 就我们很多中国的曲子会用到 是不是这个 其实我感觉你只要找一个地方压一下 它就自己就能出来了 你就压一下 它感觉它自己就是可以出来的 它可以出来的 我给你们试一下 在中国阳琴上用德国阳琴 主屋看啥样的 我好像之前谈过 我之前 我之前其实好像有在 有在就是我们中国的网站上 发过一些小视频 然后国外的网站上也发过一些 我有用中国阳琴弹德国 中国竹子弹德国阳琴 然后也有用 这个德国的竹子弹中国的阳琴 然后德国的竹子叫就是 叫十浪格 可以试一下 我拿个别的颜色看看 你们来一下 我的爱储们 你们尝试一下 一会你试一下 你喜欢哪个颜色 你喜欢绿色是不是 这蓝色的 好的蓝绿 让一会弹弹看看 它也就是这两天 这两天我把德国阳琴 正好就是翻过来了 然后它又弹一下 好 我帮你调 好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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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一个徐老师的姚琛言话 都想怎么弹 弹一段去什么 弹一段去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最后这种 想干什么 亚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